大家好,我是三态科技应用工程师Alex 今天要跟大家展示的是如何在PC上透过三态AI加速卡 来大幅提升电脑影像识别的速度 接下来要为大家演示三态科技最新推出的AIEH1000 这是专门为PC所开发出来PCIe界面的AI加速卡 我们现在看到的电脑是Lenovo ThinkStation P3 搭载的处理器是Intel i313100 虽然这个处理器已经具备AI推论的加速功能 但为了更清楚地展示两者效能的差异 我们将在相同的电脑上使用三态科技的AIEH1000AI加速卡来进行对比测试 接下来请看荧幕显示画面 我们采用的是以训练的YOLO 5M模型来进行影像辨试测试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CPU处理器的效能表现 现在荧幕左侧显示的是CPU的测试画面 测试数据显示每秒仅能处理5帧FPS的画面 直白来说就是每秒只能处理5张画面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如果插上了 三态科技AIEH1000AI加速卡后的结果是如何 现在在荧幕的右侧显示测试结果 数据显示平均每秒可达到218帧FPS的速度 也就是每秒能够处理多达218张即时画面 从测试结果来看 很明显地看到 加上了三态科技AIEH1000AI加速卡的影像处理速度 比CPU处理器高出40倍以上 所以在电脑视觉应用 以及AI高度发展的趋势下 一般的PC加上三态科技AI加速卡 将更能符合客户及市场的期待 同时我们的AI加速卡可以降低您系统的CPU负载 满足客户对于多个及时串流影像处理 以及多工模型处理的效能需求 在规格上 我们的AIEH1000AI加速卡在执行模型的推论时 平均值消耗5瓦 这样的能耗表现更适合将您的PC导入边缘AI的应用 现在您可以立即采用三态科技AI加速卡 来拓展您的PC业务到AIE视觉应用的市场 有任何问题欢迎咨询 我们将热忱为您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